今天主題叫做亞洲復興的最後拼圖 我把它稱之為北亞洲西伯利亞 這個坑其實我已經挖很久了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填 今天我來跟大家做個報告 我最近的一些思考的邏輯跟範圍 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 帶動了全球的第四次整合 這個整合當中區域性很強 比如說開始出現了各種區域組織 而在整個東亞地區 從90年代開始 阿西安先出現 阿西安出現之後 阿西安出現之後 開始有所謂的阿西安PLUS 慢慢加慢慢加 我認為現在達到初步結果是什麼 就是像現在下列這張圖 這一次整合的區域再次擴大 它的核心是東亞加上亞太 未來可能還會再納怒南亞這樣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它慢慢的擴大 那這是什麼這叫做RCEP 對蘇聯是不相交的 所以這個整合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是一個現代化的整合 它這種整合的力量是更強大的 但是考量到歷史上 我們剛才有這個 這個歷史上的幾次的整合 其實只要這個整合完成 那它的擴散是一種必然性 這也是為什麼到今天 美國對於亞洲的整合 它是非常非常的戒慎恐懼 為什麼美國明明是域外國家 它不在這個區域裡面 可是它對於這個地方 它也不加進來加FTA 但它要跟你簽什麼IPEF 印太經濟架構 但是它又不涉及關稅 也就是它在這裡面 用很多以經濟為名頭的政治性的干擾 出現在這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跟大家講 我相信美國專家也有理解這一點 就是只要東亞整合 而且這次不是東亞整合 這次是整個東亞 再加上這個亞太地區 太平洋地區的整個整合進來 整合進來之後 它所要迸發的能量 絕對是超強的 最近一輪我們可以看到 澳大利亞對於中國的態度 完全改變了 完全改變了 可是它缺了一大塊 缺了哪一塊呢 就是缺了北亞洲 原因很簡單 因為北亞洲早早的就變成 俄國的西伯利亞 請理解這個概念 俄國的西伯利亞 它不屬於亞洲 你說地理上是亞洲 但在政治上它不是亞洲 它一直到1990年所謂的 1990年所謂的 後冷戰之後的全球化 它才劍次的有機會回到亞洲 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 一個核心的概念 對俄國人來講 西伯利亞就是西伯利亞 是它東部很大一塊的資源寶地 組成這些資源寶地 是支撐著俄羅斯帝國 向西向歐洲擴張爭霸的資源庫 所以這些資源從來不為亞洲所用 而是用在歐洲 而是用在歐洲 它事實上變成俄國的遠東地區 西伯利亞地區 這是一個關鍵 俄羅斯是一隻雙頭鷹 雙頭鷹 一個面西一個面東 俄羅斯本來是西鳥大於東鳥 可是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2020年真的是世界轉折的一年 北亞洲要回來的 為什麼要回來的 很簡單 因為西鳥被斷了 西鳥被斷了 現在俄羅斯戰爭呢 直接直挺挺的就像一堵牆一樣 把俄國直接堵在了北約的大門口 北約是不會讓俄國再從西邊出去的 所以西鳥被斷 只剩東鳥 那東鳥就怎樣要拉高 東鳥就要拉高 東鳥一拉高 西鳥現在沒地方走 只有東鳥 所以俄國他死不掉 但是他必須重新調整他的戰略位置 重新調整他的戰略角度 所以俄國重新思考之後 重新調整角度之後 從俄乌戰爭斷了俄國可以西出的方向 只好從中初 就是從中國這邊來 來掐牆他的東邊的這個位置 所以中俄有餘就要怎樣 就要無上限 就要無上限 好 所以呢 就會有中俄有餘無上限 不過這個是綠媒啦 雖然綠媒講手你反著看就對了 俄國的貿易開始改用人民幣 變成第三大境外交易市場 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SWIFT斷掉了 還有很多在SWIFT之外 俄羅斯乘以中國境外使用人民幣的第三趨勁 至於香港跟英國 那你就會看到說 這個快速的上升當中 快速的上升當中 在俄乌戰爭爆發之前 人民幣在當地的交易是趨勁於零 其實中俄之間的貿易也不是 也沒有多少 但今年會推升 這個應該會推升到2000億 美金左右的一個狀況 它還會再往上推升 所以人民幣的交易的上升 一方面就是反映著雙重概念 一個就是新被斷 不能再用美金了 另外一個就是呢 跟中國之間的所謂的 友誼無上限的實體化是什麼 就是經貿關係 也就是開始更大量的 那你就想嘛 那請問中國跟俄國買什麼 俄國有什麼東西值得買的 在哪裡 就是這樣 這一大堆東西都可以買 這一大堆東西呢 中國都需要 更別說其他一些少量的東西 就有這麼多東西 而且都是世界名列前茅 講直白點啦 做吃三也不會空啦 這個資源呢 重新被整合起來 所以北亞洲的整合進程 其實就是今年 2022年的事情而已 在2022年的這個當下 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 基本上讓整個世界歷史 尤其是亞洲的復興呢 跨出了最後一塊板塊 給拼進來的可能性發生了 俄國也開始把他傳統的勢力範圍開放 我們剛才有看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亞洲的分區圖啊 亞洲的分區圖當中呢 俄國占據了北亞 控制著中亞 影響著南亞 進攻著西亞 只有東亞是怎樣 只有東亞呢 是威脅著東亞 因為這個國家真的很大 但是那個是什麼 那什麼時代俄國 那是蘇聯 那是帝國俄羅斯時代的 這個 這個這個俄國啊 可是在今天的俄國呢 他的影響力跟他的這個實際的power 沒有那麼強大 可是中亞這個政治既有的脈絡 還是受到俄國的影響啊 跟這個這個所謂的連結 所以呢 這個中亞 中國過去一直進不去 現在進去了 中極烏鐵路 現在要來所謂的進行開通嘛 當然 我必須說 你看台灣的媒體 你就會啊 就會遇到一些 就提出一些 資金問題能未解決 好請教 世界上閒錢最多的國家在哪裡 我跟大家講一個數字啊 你知道最近啊 中國啊新增存款啊 10啊 10多少你們知道嗎 10億 10億 10兆 多少 那最近新增存款 在哪裡你知道嗎 10兆人民幣啊 丟在銀行裡面 大家不消費的 錢很多 錢很多 美國那不是閒錢 美國那個叫印錢 那不太一樣 印錢跟閒錢不一樣 好不好 閒錢是什麼 就是我存在銀行裡面 而且呢 中國又是一個國銀體系 控制整個全國銀行呢 這個六成以上的地方 所以這些這個就是說 所有其實資金是最難 最好解決的問題啊 技術沒有問題 然後呢 地緣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是資金 這裡其實難的是難在什麼 最難的是地緣政治的壁壘啊 那另外呢 俄羅斯跟印度也有關係啊 這一次的大制裁當中呢 就誰過最爽啊 就印度過最爽 印度買了超多的俄國的石油 甚至買了煤炭 那還有洗油這一招 什麼是洗油呢 用49%的俄國原油 跟其他國家原油 混一混混一混之後再賣出去 包括買天然氣 所以印度在這一波當中 發了一些小恨才啊 發了一些小恨才啊 OK 好 那 這個東西啊 這個我們就可以去看 俄國在這裡面的角色 不僅僅只是 北西伯利亞的回 就北亞洲的回歸啊 同一時間你又發現 二印 二土之間是可以建立關係的 那另外土耳其又可以幫忙去 跟以色列做出一定程度的緩解 所以呢 以色列可以搞定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這個亞洲的大分區的概念來看 當代亞洲啊 從來沒有整合成功啊 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個時代 對不對 過去的東亞 光東亞自己的整合都不是那麼成功了 可是到了現在呢 亞洲的整合呢 看起來是越來越有機會了 這從後冷戰到現在全球化 其實不過就是短短的30年期間 這整合的速度前所未有 但是缺的地方還很多 而2022年啊 直接一口氣把俄國給抓了進來 讓雙頭鷹變成東頭鷹 它的西頭鷹不見了 變成東頭鷹 東頭鷹第一次整合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 傳統上我們叫做大棋盤 就中國俄國伊朗啊 我剛剛為什麼把伊朗放進來 就是中國俄國伊朗之間 自有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了 現在再加上一個土耳其跟印度 這個地緣的整合會不會成功呢 因為RCEP只是個開始 那最後我們就講講 其實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呢 亞洲版本的全球化 以地緣互補整合為中心 全球的海路並進 那這個東西呢 我寫了幾個字給大家 中國全面崛起啊 脫離西方控制 俄國全面融入啊 拉住印度、土耳其 那第三階段呢 韓日台的歸隊 那最後帶動亞洲的全面復興 我再說一次喔 中國的全面崛起啊 脫離西方的控制 俄國呢 因為在西方受挫嘛 所以開始全面來融入亞洲 那同一時間呢 因為俄國的融入 它是可以拉住印度跟土耳其的 那另外呢 就是韓日台啊 長期受到美國所控制的韓日台啊 或是深度影響的韓日台呢 和劍斥來歸隊 因為太翔太大了 最終啊 亞洲就會全面的一個復興喔 好 那這個復興呢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圖 去看待這個邏輯啊 地面 陸地上先搞定 邊垂的半島的小島的海島的國家 就會慢慢被拉進來 包括像菲律賓 印尼其實已經進來了嗎 因為阿西亞已經把整個東南亞框住了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東北亞這一塊 從南韓日本到台灣 這一塊是現在最難整合 因為這一塊是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的前沿 那你現在把整個陸地給搞定的話 那問題就小很多 其實中印之間現在的關係也緩很多 中印的高級軍長會議啊 都是非常的這個重要的 只有現在談的都不錯 所以俄國 土耳其 中國 伊朗 印度 這裡面呢 中國跟伊朗關係不錯 中國跟印度呢 關係和解 中國跟土耳其是比較遠的 但是俄國跟土耳其關係很好 俄國跟印度關係很好 一支成一張交叉的網絡 就可以慢慢的搞定了 那最後啊 最後啊 那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危機呢 有沒有什麼危機呢 大家覺得危機在哪裡 威脅是什麼 一張圖啊 告訴大家答案 至於很多人在聊天室怼的日本 日本一定要整合進來 日本沒有整合進來的東亞 是個殘破的東亞 是一個不完整的東亞 哪怕日本現在相對沒那麼重要了 日本一定要整合進來 不把日本整合進來 東亞的興起就是少了這麼一塊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